還是我們直接穿一個全職股東的Teams群組 讓大家可以互相進行 不行 汪先生不用Teams 汪先生不用發使用 你是跟你私人的帳戶 你不是跟公司的帳戶 極難使用 看起來太方便 你把這個人家俊男 應該大力來推廣Teams的運用 好啦我們是不是要先討論一下 那個我們的薪水到底以後 要不要歸薰月管轄 大家要決定一下 我們全職股東要不要歸薰月管轄 缺點是什麼 缺點就是他就會叫你要打卡 要叽叽歪歪的 要什麼填什麼幹嘛幹嘛 反正就是你就要遵照那個 就是形同上市規公司的 管理的那個作業這樣 那另外一種什麼委任合約 另外一種就是 像以前一樣就 那不是還要提交禁止調查表 叫價就只要打勾勾 就你每禮拜要交一張表 上面就勾勾勾勾勾勾 勾滿40個勾就可以了 那如果一週沒有工作 會有任何處罰或什麼之類的 沒有工作就是不行啊 就不能領那個錢了 那究竟是一週四十小時 還是一個月是一百四十小時 一百六十小時 因為他可能有彈性調整 對啊對啊 理論上應該要一個月算比較正 應該是一個月乘以他的工作日 工作日出成吧 但是其實你看歷史的話 也沒有人在管這個事情 結果他唯一的問題就只有 有人亂勾而已 就只有有人勾得很腐爛 或者是叫他填裏破的時候 他都瞎掰內容 就詐欺問題啊 我知道啊 問你又再說呢 就是 大家就不能詐欺而已 這可能不是問題 你知道嗎 應該說這對現場的各位 可能不是問題 因為會詐欺的不是在現場 因為會詐欺的沒有來 我在現場 所以我們可以就是 蛤 直接 你說完全不避諱的 直接說 啊不是啊 他都公然承認他詐欺了 有什麼問題 確實 沒差沒差 我們先不討論私職問題 我們只要搞清楚 第一個要件 是我們到底是要 繼續玩打勾勾遊戲 還是我們要這個 改行加盟宣約的 104人之大師陣營 欸104那個系統有誰我用過啊 我 但是就是我們都喜歡 半夜上班 那個可能會 造成公司困擾 還有就是他上下班 就是他上班就是上班 打卡下班就是打卡下班 你不能 這邊工作一個小時 這邊工作兩個小時 這邊工作三個小時 你說你不能 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一直這樣交叉打卡嗎 應該不行 應該是這樣沒錯啊 我可以來試試看 我現在就來打卡 位置尚未進入打卡的範圍 看到我打卡範圍在幾美 重進了 還要再固定位置才能打卡 不一定 你真的可以收點 好吧 但是實在太多缺陷了 所以看起來我們最好是不要使用 其實我覺得不使用也好 大家有共識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交打勾勾表 以前都是交打勾表 那是怎麼私傳的 還是現在還有人在交嗎 沒有人在交 打勾勾表要繼續恢復交嗎 看是交打勾表還是交每日三件事 我覺得都可以 還是我們直接穿一個全職股東的 那個TEAMS群組 讓大家可以互相進行 因為不用TEAMS 我發死了 沒有沒有 因為每週一的時候 就在這邊 你在開會 你開會完就找我 我已經下載TEAMS了 那是因為你根本沒有用帳 我不是 我工作不了 我把他放在這個 沒人覺得是上面一個的位子 很重要的位子 但是我發現就是登不進去 那是因為你沒有用 你有知道他的帳幣嗎 你有知道他的帳幣嗎 我不知道他的帳幣 應該是你幫他比較好看 這個禁食太難使用了 你是登 你的 你是登你私人的帳戶 你不是登公司的帳戶 極難使用 不是啊 你是說一定要那個後綴才行嗎 可是他不是任意Email都可以用 他一定要是公司 他有幫你綁在那個公司裡啊 不是啊 我就在說我給一個Gmail 不能綁那個Gmail 就不能 是嗎 他還不能 你說他規定一定要是網域 同一個網域 對啊 因為他開給你的是限定的網域 因為那才是公司的那個啊 代表他是公司的 他規定那麼嚴格 而且這樣的好處好像是 你之後就可以把它凍結 對 就如果有人離職的話 我懂 因為防離職問題 對啊 你現在就應該要先把離職的都凍結 你有在做離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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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除了求要我以外 有我有看到邵偉用teams 我還有偷用他的teams上 幸好他還沒登記 我還有teams可以用 加減用一下他 對啊 所以你會用嗎 我說teams很難用 我一直主張都說他很難用 他反愛不會不見 一直不想學習而已 所以teams 跟Line是一樣的功能 沒有 Line是本地儲存 teams是雲端儲存 teams比較好 本地儲存 so fucking stupid 都2024了 住在實情都難嗎 沒有我只說他的傳訊息跟傳檔案都是差不多的 跟Line差不多 對 他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密哪個員工 你不用擔心他這個 他要怎樣 你找不到他的Line 你也找不到他的Line 就是今天我 一個新入職 我都可以立刻傳訊息告訴他 因為就不用加Line 他已經包門 公司內都直接加好了 你那時候Kiss是所有公司的 對 只要公司內有註冊 他都是直接預設加好 他可是如果有人離職 所以就要把他關掉 那邊就可以直接控制 把他凍結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他裡面的東西 最方便是什麼 最方便是他的mail 就是如果他 像邱瑋這樣 都沒有交接的話 他的mail就可以直接轉到 比如說開成觀光信箱 我們就可以去看 喔 你後來別人還可以看這個 所以你們也 這麼方便 也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聊天紀錄 他要開設定 如果把他 他要開成共用 不是 要把他 聊天紀錄後你要把他 帳密重設 那個人就會 不能用 然後我就可以用 這麼爽 跟私人的one drum 你是說可以看到歷史的紀錄是嗎 所以聽起來以後 我們那個對賞轉型 也可以用teams 聽起來很適合 好趕快去更入職 沒有我們跟所有人 那個人有證據 就是怕他到時候有誰不認 我們全部都用teams 因為這樣就算離職了 還是找得出來 也是 兩個人都一直了 紀錄還是找出來 然後現在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比如說 法務 我現在就開法務信箱 他們法務文件寄進來 我們就都收得到 到時候如果 如果我不在了 或是誰 或是我 或是我請假 大家還是可以登那個信箱看 你現在不是都會寄到teams了嗎 什麼 律師寄東西 很業會啊 那不錯啊 你可以開一個account 就是會計的信箱 然後就是所有會計的信都寄到那裡 然後你可以共用給我 共用給小琦 共用給你 只要點進去那個信箱就可以看 聽起來也太方便了 然後那時候誰滾蛋了 就把那個人 提掉 提掉 然後新來就把那個人加進來 應該大力來推廣teams的運用 他已經大力推廣非常久了 就是有一個人 一直還被說 teams很難用啊 你自己去查 你自己去查 我他媽不知道 半年前 就提 我們要把所有人都開個chip上 那時候可能不值錢 他有直接攻擊 他有講解過非常多次 沒有沒有 這個沒有文字紀錄 他可能有錄影紀錄 好那我覺得 這個就可以那個 然後沒按網可以之後開 就是理論上各個部門 各個要co-worker的地方 都可以解開的